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思尔的私人影院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科幻惊悚电影《隔绝》 纽约市一场灾难性的核爆炸后 几个陌生人躲进了一座公寓大楼的地下室里 地下室有食物、水、电力、卫生间 人们的情绪也慢慢的安稳下来 不久,门外有了声响 人们本以为会获救 直到一群身穿生化防护服的武装人员出现 这些人掳走了玛丽莲的女儿,Windy 为了自保,人们被迫团结一致 河丽杀死了闯进来的人 并获取了一件生化服 他们商量后决定由乔石外出一探究竟 结果乔石不光看到了实验室 还看到了许多被囚禁的孩子 里面也包括Windy 最令人绝望的是 当乔石失魂落魄重回地下室时 这群武装人员还从外面把门给焊死了 这里成了一个出不去的牢笼 一段时间后 地下室的生活物品越来越匮乏 几乎所有人都日渐消瘦 房东对大家宣称已经没有实物了 德尔文却根本不相信 他在暗中观察 紧接着就发现房东在暗室中储藏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德尔文一时冲动找房东理论 两人撕逼时 房东不慎扣下了扳机 整个过程都被伊娃看见 伊娃通知了其他人 大家全都愤怒不已 他们合力把房东绑起来 将他关进杂物间里 最终由男人们控制了整个地下室 随着时间的流逝 生存本能让人性的懦弱 贪婪 残忍 显现无遗 拥有绝对力量的鲍博和乔石 独占了厨师 以及里面的生活用品 并有条件的供给他人 他们玩弄玛丽林 导致了他的死亡 种种做法让伊娃意识到 下一个倒霉的 很可能是自己 萨姆好不容易拿到了地下室唯一的枪 可他懦弱的人格促使他枪杀了待人友善的艾德 艾德的死亡则点燃了乔石和鲍博的怒火 二人把萨姆推翻在地 不停殴打 伊娃心里很清楚 想要活命 眼下只能靠一个人 那就是被囚禁的房东 他趁其不备杀掉了鲍博 然后一路奔逃 给房东松绑 乔石在身后穷追不舍 千军一发之际 房东扣下扳机将其打杀 摇摇欲坠的乔石此时失去了嚣张的气焰 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却拼尽最后力气 放火点燃了汽油 想要与所有人同归于尽 就在房东和萨姆忙着灭火的时候 伊娃竟然选择叛逃 他抢了地下室唯一一件生化服 并通过花粪池逃出地下室 故事最后 伊娃望着惨遭核弹洗礼 已然是一片废墟的城市街道 眼神里充满了迷茫 电影刻画了末世之下的人物群像 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 到失常 变态和疯狂 导演非常真实地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残忍的世界 在狭小空间里 本来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可一旦面对生存问题 人性的丑恶都显现得淋漓尽致 《隔绝》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惊悚电影 导演对色调的处理非常别致用心 影片中的所有角色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剧中每一个人的转变 都是有原因 并且是顺应剧情发展 电影的悬念设计的也相当合理 且在惊险中还带着一种震撼力 影片的结尾 伊娃的独自逃离给观众带来了希望 可面对一片废墟又把观众带回到巨大的绝望中 让我们不禁思考 如果真有核武器爆发 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生存下来 就算是侥幸生存 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看电影 品电影 每天一部好电影 点关注不迷路 有了张瑟 不孤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